夜空当中一道白光出现 民众看到立刻拿出手机录影 还以为是拍到了六万年遗遇的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超级兴奋 最近天文界最有名的 就是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然后它每一个周期大概六万年 所以最靠近地球的 所以你这几天 当然很多人都会傍晚的时候 去看你寻找这颗彗星 所以我们那天刚好就看到 奇怪 天空上有一颗亮亮的 也不像是彗星 这颗是中共的长征六号火箭 真的是误会大了 民众在晚间7点15分 拍到一次彗星照片 物体后方拖着 呈现三角形的光影 移动速度相当快 而且它移动的方向 也和彗星不同 因此判定并不是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金门高中物理老师李玉贤也表示 一般来说彗星很难用肉眼看到 若要捕捉还要有专业设备 或是利用较长时间曝光才比较有机会 至于到底民众拍下的是彗星还是火箭 也有热心的天文迷 将中国近期发射火箭的公告对比 发现时间很吻合 交叉比对发现应该就是中国的 长征六号火箭错不了 东森新闻叶剑雄金门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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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贤